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又来到我们灵活圣经专题的时间了 今天所要分享的专题是大灾难 首先让我们来阅读一段经文 记载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4章21节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我们的主耶稣从马太福音24章第15节 就开始论及了大患难当中的大灾难 这个字是从同一个希腊文翻译出来的 会出现一些特别的迹象 这些都是末期临近的征照 而这些征照预示了大灾难后 基督的再来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行毁坏可证的 是最主要的征照 它将是一件有目共睹的大事件 提醒一切在大灾难期间 还存留的忠心信徒 世界的末了快要到了 基督就要再临 这可见的预兆主要是指 那将来敌基督要在耶路撒冷 亵渎犹太圣殿的事件 那敌基督的又称为大罪人 他会在神的殿中设立自己的像 并且自称是神 以下是有关该事件的一些重要的事实 第一 那行毁坏可证的 象征着大灾难末期的到来 这一切将以基督再来 并在哈米吉多顿审判 所有不前不义之人而结束 第二 大灾难中的圣徒 如果能够留心的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24章15节说 你们看见就能够确切的织造 灾难何时结束 而那时基督将在地上作王掌权 圣经中有四处提到 这个事件的发生 与末期来到之间有三年半 或者说有1260天的时间 第三 忠心的信徒们 要因着对基督再来的热切盼望 格外的谨慎 不可相信任何宣称基督已经来到的谎话 大灾难后的人子降临 将使全地的人一起目睹大荣耀来临 末期的另一个迹象就是 有假先知兴起 他们是撒旦的随从 也会显大神迹大骑士 我们来看 主耶稣告诫中信徒要特别警醒 要试验一切教师领袖和传道人的灵 神允许虚假的人行其事 是为了试验信徒对他的爱心 和对圣经整理的忠心 从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中所说的话 可以知道 在这虚晃当道的末世 非常的艰难 因为宗教欺骗将大大的泛滥恨行 以至于连选民 就是忠心的基督徒 都很难分辨真假 神的百姓中 那些不喜欢真理的人将对蒙蔽 一旦敌基督者来到 他们就会丧失信靠福音真理的机会 最后大灾难将是普天下人的 要共同经历的一段 极其艰难痛苦的一个时期 请留心下面这些要点 第一 大灾难它将会波及全球 第二 它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为艰难和痛苦的时期 第三 犹太人要受极大的患难 第四 那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者 将把持统治大权 第五 神应许要救拔教会中的忠心信徒 使他们能够逃避这个大灾难 第六 这段期间之内 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都有人因悔改信耶稣而得救 第七 凡向神持守忠心的信徒 都会在此期间 遭受极深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 第八 那时神要在他的怒气中 审判一切不前不意的人 第九 主耶稣说要减少那个日子 但不要以为他是要从那预定的三年半 或说1260天当中减去一些日子 这话可能是指着那段时期将极其可怕 以至于若不限定时日 整个人类将会被毁灭尽尽 第十 当耶稣基督带着他的新父 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 拯救忠心的信徒 并且审判毁灭作恶之辈时 大灾难即将告结束 第十一 我们不可把大灾难之后 耶稣的再来与耶稣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四十二节四十四节中 提到有关他的突然降临来混淆了 参考这两节经文的注释 耶稣那次再来是要提信徒到天上 与大灾难末了的基督再临不同 第十二 记载七年大灾难 全部过程的主要圣经章节 都在启示录的六到十八章 好了 我们今天的专题大灾难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我们下次再见